欢迎大家来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apply skepticism和judgment 这两个professional skills 在我们的考试上 令到我们可以earn 我们的professional mark 首先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由2008年开始 全职教这个ACCA的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program 我已经有15年工作经验 在教授AAD的一个科目 下一步就是针对examining team 就是他对于skeptism and judgment 他有什么要求给我们 第一件事就是significant risk 因为我们要做judgment 这个很明显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挂勾了一些 risk assessment的场景 那我们就要去 懂得找一些significant risk 就是我们要懂得make judgment 懂得分析 懂得看到哪些是最重要的risk 好了 针对这个significant risk 其实他除了要找significant 就是找一些重要的risk之外 在第一个决策之后 第二个决策就是懂得分优先次序 这些他说明是order risk 和risk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在题目里面是会有这样的要求的 所以我们是懂得分哪些是相对重要 哪些是没有那么重要的risk 好了 那examining team也都很清楚说了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就应该要懂得分priority 就是投几个比较重要的risk 那因为呢 整条题目其实有几个risk 通常走出来都是比较重要 就是说对financial statement 的impact比较大的 那至于其他小一点的 那其实都很难分优先次序 那所以examining team也都清楚说明他的要求 他只是需要你将比较重要的那几个risk 你排优先次序 好了 那接着你要解释的嘛 那他就建议你在brief conclusion 那里去justify 为什么你觉得整个scenario里面 那三个risk是最重要的 那你做足这个功夫呢 那这个就是他分析了给你听 他要求的东西 那你做足这个功夫 那当然你就会拿到一个professional mark 好了 那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挂勾skeptism 那skeptism很明显就是 我们要有个questioning mind 那我们要记住 那我们要记住了 大部分的资料呢 其实都是来自个client的 那client给我们的资料呢 全部都可以是有偏见的 有bias的 那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有skeptism 一定有questioning mind 那所以我们可以在适当的场景里面 我们可以highlight 那个point就是 咦这个是合给我们的资料 合给我们的解释 那是不是何靠的 是不是可信的 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很快可以揮到我们的skeptism 就是当我们去看那个audit work 或者那些evidence 那这个最明显 你会看到相关的一个情况 就是completion stage 我们要去evaluate 我们那些下属运回来的证据 那在那个状况之下 就很明显 我们在做这个skeptism 你下属运回来的证据 你要懂得有一个怀疑的态度 是不是足够呢 是不是反映到那个financial statement 是不是清楚去justify到 他真是true and fair呢 好了 那我们拿回 就是在9月2022年 和12月2022年 那两期的考试 examining team 出了他针对 skeptism and judgment的professional skills 他那个mark是怎样给的 那第一样东西呢 他说了就是 因为你要question他的东西 所以在sectionA的题目呢 大部分都有这个risk assessment 有business risk 有risk of material misdainment 所以我们一定是可以反映到 我们怎样去挑战一下management 所做的一些accounting treatment 或者他一些提供给我们的information 那这两个 其实是逾出一次的了 OK 无论9月或者12月 他说的那个要求呢 都是一样的 好了 那另一个要求就是 挂勾了materiality level 那也是啦 risk assessment的题目 那我们一定是要判断 那个materiality level 那所以这个也是judgmental的事情 我们要make 我们的professional judgment 去present清楚 为何我们会选择这个materiality level 好了 那第三样东西呢 亦都是这两期的考试呢 同样都有这样的要求呢 就是management bias management bias 亦都是相关了 这个risk of material misdainment order risk的题目呢 是很common的了 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 他是不是上市公司 他是不是要借钱 他是不是想present一个better的financial performance 那这个就是management bias 似乎你会看到 之前的三个requirements 其实很相似的 那因为正正就是sectionA 那两期的考试呢 同样地都是问了business risk 和risk of material misdainment 那但是呢 part C和part D的题目呢 是9月和10月的考试呢 是不同的 那9月的考试呢 就是问了order procedures on joint venture 那所以你会看到呢 那你会看到呢 他那个marking scheme requirements on skepticism 呢 他是针对joint venture 那些part 他是有要求的 好了 那至于是12月的考试呢 就是问了holiday pay obligation 那holiday pay obligation 那他这儿就没有写到的 反而呢 就是这个12月的考试呢 D part就是问了 D 不是D part C part就是问了402 那张standard 就是公司呢 就是外判了 credit control function 那条题目就是问我们有什么concern 我们有什么action要做 那正正这个就match到那个要求了 就是我们要draw conclusion on整个状况对auditor的影响 那跟着呢 就是有什么take什么action 去要满足到啦 作为auditor可以完成到我们的任务啦 好了 而最后一个point就是 9月的考试是有的 那这个也是 你看到Data Pro Bridge 那因为9月的考试呢 part D 那条题目呢 就是挂勾了client 是有一个Data Bridge的违规事情 那其实他在考试我们呢 就是厌令那张standard的 那又是啦 那因为10月的考试是没有考厌令的嘛 所以呢 他没有这个要求的 那你比较了你就会知道了 ok 有些其实他那个 针对skeptism 的要求呢 是match the question scenario 是match the question requirement 那就是说给我们知道呢 我们很难猜的 你没得猜 我们是否拿着这些requirements 我们下次再答一条section A 的题目 我就用一些策略去tackle 那令到我可以拿到这个professional mark呢 那其实有部分挂勾了risk assessment 那你可以借力啦 你可以参考啦 那但是你看到其他那些呢 其实是挂勾了那个question requirement 的场景去写的 那所以我们 我会给你的advice呢 就是答得对 你照着这条题目应该去答 不要为了这个professional mark 其实你不需要特别做些什么的 因为呢 你答得条题目对 你的technical mark拿到 其实你professional mark 都很自然会拿到 所以不需要针对这个professional mark 是要特意做些什么 除了可能我们会说 比如communication 或者其他一些的professional skills 是可能需要的 但是针对skeptism and judgment 你看到这两个比较 你就很清楚知道 我不需要特别做些什么的 你只是专心去答好这条题目 那你就已经可以双赢的了 就是technical mark拿到 professional mark也都拿到 好了 那针对advice order insurance 你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联络我们啦 那希望我们可以帮到大家啦